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他们家为你带来周围介绍 这期视频给大家带来的是七大奇迹对决的扩展 这个叫帕特龙 那么在扩展当中增加了神明相关的一些内容 然后使游戏的可变性更强 那么加入扩展以后 主要是修改了一下翻牌方的劣势 然后让游戏更公平一些 并且变化也更多一点 加入扩展以后 它跟基础版相比 明显的军事压制和科技压制的获胜的机会 要增加很多 好 咱们来直接看游戏的内容 先来看一下游戏配件 游戏配件当中主要是增加了神灵方面的东西 有一个神灵电板块 一会会拼到基础的军力和文化 科技奖励板块上 然后五叠不同派系的神灵卡 每个三张分别对应的是游戏里面的这种 黄色卡的能力 红色卡的能力 然后是绿色蓝色黑色 那其中有一张额外的大门卡 但是大小是一样的 也是放到神灵电里的 好 三个新增加的发展token 两个新增加的奇迹 上面的特效都是跟这个扩展有关的 然后五张增加的这个神殿 它是用于第三时代替换掉原先的工会卡用的 以及有一个神明需要的token 然后这也是一个神明需要的token 然后神话卡应该是十个 每种各两个对应这五种卡 每种各两个 然后以及三个这个供奉卡 分别是-2.3.4 好 这就是游戏内容 好 先来说一下这个加入了扩展以后 设置上的一些区别 首先呢 额外的这三个 这种token呢 很简单 和基础的十个混在一起 然后呢 洗混 然后这再摆五个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 好 然后呢 把这个新的板块呢 放到这个位置 一会用来放这个神灵卡 然后呢 五落不同颜色各三张的神灵卡呢 分别洗一洗 作为五个派堆 然后把这张大门卡呢 放在外头 额外放在这 好 这两个啊 蛇token和这个应该叫 好像叫逆娃尔的token吧 记不清了啊 放在一旁 好 然后这个神话token呢 在一时代的时候呢 你这个卡已经这样 摆好的情况下 随机的啊 它是有个提醒 抽出来五个 随机抽五个 放在对应的位置上 然后正面朝上就可以了 因为你抽的时候是随机的嘛 所以你直接就正面摆在上面就行 好 做完这一步以后呢 再进行这个奇迹的轮抽 那同样的新增加的两个奇迹呢 和基础的12奇迹放在一起 14个 把它们洗一洗 好 然后从随机选一个其实玩家开始啊 抽四个 哎 然后第一个玩家选一个 剩下第二个玩家选两个 剩下一个啊 然后从第二个玩家开始再抽四个 选一个 然后第一个玩家两个一个啊 这跟技术版一样 我就不啰嗦了 刚才给大家唯独提醒的就是一点就是 是这个牌已经被按照该摆的摆好 然后这token也展示好以后再进行这个轮抽啊 选奇迹 这点要注意啊 好 然后呢 在第二时代的时候呢 这里面我就不摆了啊 正常的这个牌第二时代咱们这天有吗 不是这样摆好啊 摆好以后 把三个这个供奉的这个token呢 也是洗一洗啊 放在这三个卡的位置上 正面朝上放啊 就是有有数字的 有这个捡多少钱的这边朝上 放在这对应的三个位置上就可以了 好 这就是这个二时代的设置啊 一些上面的这个区别 好 那么一时代没有用到的这些token呢 就可以一出游戏了啊 二时代这三个肯定都用了 并且呢 有一点要注意 在二时代的卡百万以后呢 你这个卡槽这一定是现在有五张卡啊 这一定是至少有 就是应该是类似于这种情况 什么样呢 这不一定 这可能是根据玩家自己的这个喜好放的 在 第二轮这个 开始的时候 这总之会空一个位置啊 把空的这个位置呢 放上这个大门卡就可以了 好 一会儿我会给大家讲为什么这个地方会有卡 为什么只会空一个位置啊 好 总之这就是这个加上扩的这个一些改变啊 前两个时代的改变说完了 该说第三个时代的改变了 第三个时代改变也很简单啊 在基础游戏当中 咱们不是这个 会把三张这个工会卡加到第三时代里洗一洗吗 那在这个扩展加进去以后呢 就工会卡就不用了 而是把这个五张这个 神殿卡随机洗一洗抽三张 然后代替相当于这个工会卡 放到这个三时代里 然后把它这个洗一洗 作为三时代的卡就可以了啊 三时代的这个设置变化比较小 好 那么这就是这个游戏的设置变化 好 设置变化完了 讲完了以后 咱们来主要讲一讲这个游戏的这个 玩法上的一些区别 首先呢 咱们来先看一下新的家这块板啊 这块板呢 一共有这个六个槽位 每个槽位呢 有一个对应自己和对手的启动价钱 他有个箭头啊 指向对方就表示对方的启动价钱 指向你就表示你的启动价钱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当一张卡放在这的时候 比如说你想用这张卡 那与咱们为例 现在就是咱们需要花三块 如果对手想用这张卡 他就需要花八块啊 那其中门卡是双倍价钱 印到这张门卡上来 这是个金币乘二指向 卡槽的位置 举个例子 假如说咱们想启动门卡 就需要付六乘以二十二块啊 对手就需要付五乘以二十块啊 好 这是这个卡槽怎么看啊 然后那一个玩法上的主要变化 就是在这个一时代二时代的时候 当你的回合结束时 如果必须要翻一张 这个倍朝上且有这个神话 或供奉token的这个卡的时候呢 你会立即获得这个token 举个例子 假如说现在以咱为例啊 这回合结束了 结束的时候 因为这张卡已经没有遮盖了 按照基础规则 它需要被翻过来 这一瞬间呢 你把它翻过来 然后获得这个token 好 那么根据获得token呢 有不同的操作 如果你是二时代 获得的供奉token啊 这非常简单 拿手里就行了 它在这个之后呢 如果启动这个卡片啊 神灵卡的时候 会给你一个一次性的这个减免 比如说这张卡 就是说启动神灵卡的时候呢 本次你可以少付三块 然后这个用完以后呢 就把它扔了啊 就可以了 如果你获得的是一时代这种 就是神话token的话呢 你需要做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呢 你可以立刻抽任意一堆 神灵卡上的上面的两张卡 比如说你随便决定啊 比如说你想抽这一堆 实际上这是对应这游戏里面 五种颜色的卡的啊 这绿色就是对应绿色的科技卡的啊 红色呢 就是对应红色的这个军事卡啊 以色列推给大家看一下 里面有什么啊 这个曼尔斯这种啊 好 那你看好以后呢 你可以挑一张背朝上 把它放在任意一个啊 现在这个空着的卡槽上 比如说你可以放在这儿 可以 另外一张呢 背朝上放回他自己的卡牌堆啊 就是这三件事 很简单 抽任意一个两张 选一张 背朝上放在一个 现在还空着的这个卡槽上 好 另外一张放回去啊 就这三件事 好 那么不用想啊 随着游戏的进程 一时代完全结束以后呢 那这个排队啊 一定会出现 就是说有五个不同的 背朝上的这个卡牌 在这个槽上 然后呢 有一张大门卡在这上 好 进入二时代以后呢 按照刚才所说啊 就是你把这三个供奉 Token这样摆好以后呢 那 你要把这个大门卡呢 刚才我说过 放到这个 唯一空的这个位置上 然后不要忘记啊 二回合 二时代正式开始前 你要把这 五张 背朝上的卡呢 通通的翻过来 好 那么从二时代开始呢 你就多了一个动作啊 就除了游戏 基本的三个动作 造奇机 造建筑 以及七卡换钱以外 多了一个动作 就叫启动神灵 这个动作啊 那三时代当然 你也有这个动作 好 那启动神灵很简单啊 他直接把一张 现在神灵卡上的 这个卡呢 拿走 然后支付他该有的费用 然后立刻结算 他上面的效果就可以了 那么这里面 要注意一点的就是呢 这个扩充当中 宗家的这个启动神灵动作 是唯一一个不会动 当前这个卡牌裂的 这个动作啊 之前的三个动作 大家都知道 他都是本质要拿一张牌出来啊 其实他这个动作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调整这个先后手啊 因为这个游戏的先后手 他有一个问题 就会导致 有一方可能会被迫翻牌 这方其实是比较吃亏啊 所以他这个扩主要 就是为了更改这个 可以更改这个先后手顺序啊 好咱们这里来举例啊 假如说咱们这个先手玩家 他就是轮到 他的回合了 他想启动一个神灵 可以第四个动作 他呢也有一个这个token啊 怎么办呢 比如他想启动这个神灵 好 启动这神灵正常要7块钱 他有个discount的这个 就是优惠的token吧 供奉token 把它扔掉 好 他只用付3块 好 那他先付给银行3块 就把这张卡呢 拿到自己的面前啊 好 然后一瞬间再获得12块啊 就这么简单 好 完了这个动作做完了 就轮到他的对手了 从四个动作里面选啊 当然我说了 启动神灵动作只能从 第二个时代开始才有啊 第一时代并没有 好 这时候来讲一下这个神殿啊 刚才我说过 三时代的这个工会卡呢 被神殿卡所替换了 那大家可以看见这个神殿卡呢 它底下也有这种符号 假如说你有对应的符号呢 你就可以这个免费建造啊 在建造它的时候 咱们这里面没有 好 假如说三时代的时候啊 你想建造这个 假如说在卡牌列上 你拿下来想建造 然后你也有这个token 你就可以免费建造它 而且这个token是不会被丢弃的啊 游戏结束的时候呢 啊 这个玩家 如果建造出了三个神殿 其实一共就三个神殿 对吧 啊 一共就三个嘛 假如说这个玩家 建造出三个神殿 他可以得21分啊 在游戏结束的时候 如果是两个 可以得12分 如果是 一个的话 可以得5分啊 这有一个相当于神殿的外加分 最后咱们来讲一下 这些新家的一些符号啊 咱们先来从这些神灵卡开始 先是三张绿的啊 绿的这个神话的神 我都不认识啊 第一个啊 你有了它以后 就视为拥有这个法律 这个科技token啊 这个就类似于 这个基础游戏里的 这个这个token啊 相当于一个作用 假如说你两个都有 当然也算凑足了一对啊 所以一瞬间可以获得 按照基础规则 获得上面一个token 类似这种 好 非常好理解 第二个 你从游戏设置时 移除的 这些没有用的发展token里面 随机抽两个 然后呢 选其中一个立刻获得 然后该结算结算 剩下一个 再移除游戏 第三个 你获得它的一瞬间呢 你把这个小蛇的token 盖到一个对手拥有的科技卡上 举个例子 假如说现在你的对手有这个科技卡 你呢 就可以把这个蛇盖到这个上面 视为你也拥有一个 这个标记啊 就是他这个卡上有什么标记 你视为你复制了一个 就这个效果 好 这就是三张绿卡 然后咱们来说三张黄卡 第一张啊 非常简单 得12多块钱 好理解 第二张 你可以偷对方一张这个褐色卡 或者灰色卡 就是把它的放到你这边 变成你的 好 第三张啊 你获得这个神的一瞬间呢 从银行拿7块钱 放到这个神上面 这7块钱并不算作是你的钱 所以呢 如果出现这种炸钱的特效 是炸不到这的钱的 比如说你现在手边剩了三块 它一个炸钱五的特效 炸掉了你三块嘛 剩下还有二 是不会炸掉你这个神上的 但是你在花钱的时候呢 你可以正常的用这个钱来花 只有你能花 就是花不了 游戏结束的时候 这上面每剩一块钱 就会得一分 那这个钱由于不算作是你的 所以在这个游戏结束算分的时候 注意啊 它不会再额外的给你 比如说剩了六块 它不会再为你额外的加两分 而是六块只有六分 因为它不是你的钱 好 这就是三张这个黄卡的效果 黄卡也说完了呢 咱们来说一下这个三张 这个蓝色的卡效果 第一张啊 阿波罗蒂 游戏结束的时候九分啊 很好理解 哈迪斯 这个也好理解 因为这基本版就这样 效果的奇迹嘛 他说从你七排堆里面 就是不是你的七排堆 这个七排堆是公用的 从七排堆里面 挑一张卡片 然后免费的给它建出来 好 宙斯 宙斯是说你可以从现在的这个卡牌列上 随意的弃掉一张卡 即使它被压着 举个例子 假如说你可以把这张卡弃掉 弃到七排堆里面 把它抽掉 好 与此同时 如果这上面有token的话 token会一同被弃掉 这张卡呢 就扔七排堆 哎呦 这个不太好拿 好 这就是三张蓝卡 三张蓝卡也说完了 咱们说这个三张灰色的卡 第一张 阿努比斯 这个也非常好了 一点 把你一个已经建造好的奇迹里的那张卡呢 扔进七排堆 举个例子 假如说你这个奇迹之前已经 这样建好了 然后呢 你呢 可以把这张卡扔进七排堆 那这个建筑 这个奇迹相当于没建好 上面的一次性奖励呢 不会被退回 所以你可以再建它 再一次获得一次性奖励 那以这张卡为例 就是说你可以再建一次 从一开始移除的三个发展token里 移除的发展token里 随机挑三个 然后再从这三个里面拿一个获得 相当于能第二次建的时候 第二次获得效果 但是这个分数 假如说你给它拆了 你又没有重建它的话 那很简单 游戏结束 你肯定没这四分 因为这个游戏的分是在游戏结束 是在计算的 好 这就是这个阿诺比斯 第二个伊西斯 伊西斯说的是 你可以从七排堆里面挑一张卡 直接免费的盖一个奇迹 是免费的 这有个X消耗 那这个很简单 比如说还是想盖这个奇迹 你获得伊西斯一瞬间 你从七排堆里拿一张卡 免费的就把它盖出来 好 下一个拉 咱们的太阳神 拉说的意思呢 是说你可以偷 对手一个还没有见的奇迹 就是对手还没有见的奇迹 你可以把它放在自己面前 之后你就可以这样了 这就是拉 把偷奇迹 这个图非常酷炫 好 这三个也说完了之后呢 咱们说这个三个红的 第一个 MARS 这个很简单 获得两点均力 是吧 简单粗暴 第二个 获得它一瞬间 你可以释放这个新的token 名字我记不太清了 你可以把它放在 任意一个和你这个 均力指示物 不一格的位置上 比如说你可以放在这 随便的挨根都可以 好 这个作用是干嘛呢 当对方 就是增加军力时 该碰到他的时候 这个标记会被移除 而对面的这个token呢 它会暂时停在这 相当于就作废了 我举个例子 假如这个时候是三世代 对面建了一个 拥有三个 这个就是 军力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 军事建筑 建好一瞬间 它正常应该是 一二三和前进到这 对吧 好 这种情况下呢 就变成了 一二 第三步的时候 要碰到他的时候 他被碰掉了 一出游戏了 而他停在原地 相当于那一点就浪费了 这就是他的这个效果 其实这人我也不认识 好 第三个 第三个是说 你先弃掉一个 还没有被弃掉的 这个惩罚token 然后不触发任何效果 然后再弃掉一个 触发效果 但这很简单 先扔的肯定是自己的 假如说这个直接扔银行 好 然后再扔一个 立刻炸对方五块钱 当然你可以扔两块 这根据你的选择 这就是三张红卡 那么这个游戏里的 所有的神灵卡 我就说完了 好 所有神灵卡说完了以后 咱们来说一下 增加的三个发展token 第一个 游戏结束的时候 你没有使用的 共品token 没有一个 以及你所拥有的神话token 这种 没有一个 就会为你获得两分 因为我刚才说过 共品token你用的话 就被消耗了 当然你可以选择不用 就是启动神灵的时候 你有共品token 你可以不用把它留着 如果你有这个token 最后还给你加两分 而这种token是不会被消耗的 它肯定是能给你加分 好 这第一种 第二个 它说在你建那种 有免费建造方式的卡牌时 如果你有这个token 那你可以只花一块钱 就把它建出来 这非常厉害 我举个例子 假如说 拿个20代的卡 比如你想建这张卡 然而你没有这个小建的标志 但是你有这张token 这个叫工程学的token 你就可以只花一块钱 而不是正常价钱 那三块就把它建出来 好 第三个token 这个也很好理解 这个也很好理解 你呢 像对方前进一格你的军力token的时候 对方就会捡一块钱 炸一块钱 没有了就全炸 那以这为例 假如说你现在建了一个建筑 他给你了两个军力token 或者是奇迹给你的两个军力token 这个无所谓是哪给的 只要你一移这个军力token就会出发 一二好 对方扣两块钱 就这么简单 好 最后只有两个新增加的奇迹 以及这张大门卡没有讲的 好 大门卡 首先我刚才说了 启动它的价钱是标示的两倍 另外这个效果呢 非常简单 什么意思呢 你从现在的 所有的这五个10-0排队里面 把最上面的一张都抽走 像现在这种情况就是 一张黄的 一张绿的 一张蓝的 一张黑的 最上面这张都抽走 好 然后你挑一张 立刻获得它的效果 并且是免费的 因为其实你都已经 超过了两倍的价钱了 是吧 比如说这个 就立刻给你12块钱 好 剩下的呢 把它再放回这些排库顶 好 这就是这个大门卡的效果 你获得的一瞬间呢 就立刻执行就可以了 好 然后呢 来看一下新增加的两个奇迹 奇迹的设置就很简单 刚才我也提过 就一上来你跟12个奇迹混习就行了 第一个 他说是你每次启动这个神灵电神灵的能力的时候 都少两块钱 非常直接 好 他当然他也带了一个这个连锁 连动 这个呢 是榨一张对方的这个 哦 这个是老的 拿错的 这个 稍等 好 应该是这张 好 这个呢 是说 你可以从现在的神灵排队里面 选择 一堆 比如说 比如说咱们现在选择绿色这堆 好 你把这一堆里的所有的剩的 其实也就是最多两张 都拿你手里 然后呢 你挑一张 启动它的能力 免费的 比如说你挑这张 拿走一瞬间获得它的好处就行了 然后你把这张呢 还放回去 这就是这个奇迹的效果 这个奇迹由于你可以在一时代见 所以一时代如果你启动这个效果的时候 那相当于你翻的那个排队 相当于有三张嘛 对吧 三张你拿走一张免费获得效果以后 还有两张 这两张的顺序呢 是由你自行来决定放的 就是你想怎么放怎么放 好 这就是如果是你在一时代见书这个奇迹的时候 一个小细则 好 那这就是这个扩展里的所有内容了 那这个游戏的扩展加进去以后呢 游戏呢 怎么说呢 一是呢 会更平衡一些 就是被迫翻卡的那方不会那么有略 是它可以调整先后手 第二呢 就是说游戏呢 它的获胜方式 不会再像技术版那样 基本上都是依靠这个三时代结束以后的文化积分了 在这个技术版里面啊 就是很难出现军事压制或者是这个科技压制的情况 但是在扩充加进以后就完全不一样了 很可能一个不小心就出现了军事压制或者是这个科技压制 好 那这期视频我就到这儿 谢谢大家看 欢迎大家影响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